圣经故事两个儿子的预言 这位是耶稣 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的救世主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医好了很多病人 还行了很多神迹 例如行在水上 甚至叫人从死里复活 有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教导人 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来到 他们要挑战耶稣的权威 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 爸爸就和大儿子说 儿子啊你今天去葡萄园和我工作吧 他儿子说我不去了 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主意 都是去了 还很努力地工作 之后爸爸就问另一个儿子 到你去了 儿子说好啊我去啊 不过其实他没有去到 耶稣就问这两个儿子 谁服从了他爸爸 第一个我都说是第一个 耶稣解释他说这个故事的意思 有罪的人会比这帮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进入神的国 因为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 都不相信上帝猜派来宣讲他信息的人 真正聆听上帝的说话 我真的很想捉住他 不过这里有这么多人 耶稣继续向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说话 现场的群众都听耶稣的话 又相信他说的信息是来自上帝 各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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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